他好像打算 Hello 未入正题之前 我想说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 我昨天前天应该是星亚 他有一个讲意大利酒的地方 就是Ronnie Lau负责教的 那有两只很出色的汽泡酒 我打算迟一点跟大家介绍一下 另一只就是大家常喝过Prosecco 但是Ronnie可以介绍 因为人们当了Ronnie是意大利人 虽然他不是 但是他很熟悉意大利的 他拿这些Prosecco 就是Prosecco的Superior 我用英文去说 就是高级的Prosecco 很不同的 而且不贵的 二百多元而已 但质数就好了 第二支我第一次喝的 这个名字我看我读错了 就叫Franchicotta 我问了他很多次 先串一下 就是Fran,CiA,C-O-R-T-A 因为意大利文的CIA是差 哦 对了,发音是差 所以很多朋友不知道 就以为是读Fran,CiA,Cota 对,因为Fran,CiA,Cota 不是英文,它是意大利文 所以就是读Fran,CiA,Cota 有机会介绍一下 因为这两支气泡 都是很出色的 我自己也很喜欢喝Fran,CiA,Cota 因为Fran,CiA,Cota 将来我们再讲一下 它的做法跟香槟 是一样的 都是传统制法的 而反过,Prosecco的制法 就是以鲜香 很有活力为主 Fran,CiA,Cota 相对来说 複杂性和成熟度就会高一点 但是两者都是有很可趣的地方 有机会就可以讲一下 第二件事 我要骂她的 你看她今天是不是很有趣呢? 她的耳腕多漂亮 她是紫色 深深耳腕 粉红色是不是很漂亮呢? 我骂她骂什么呢? 你也要骂我 说她坐下不久了 小编就开了一支酒 一开 味道的 我说 这么香? 没理由一支红酒 那些提子果香 香到紧的 我立刻问她 你是不是塗了香水? 她就说是 而且是因为换了新牌子 原来味道是比较厉害的 原来真的很有影响 因为我们经常都说 搞不好 我们经常都说 出去你试酒 就真的不要塗香水 因为很影响到隔壁的人品 但是当然我们今天没了所谓 我打算做事嘛 我打算现在也是做事 但是我打算一会儿 而且那个人真的太大汗了 我觉得好像有点味道 你知道香水是挺吸引的 就是作为男士 是挺被你的香水吸引的 所以你一坐下一开走 我发觉很香 对不起啊 你加上的脖子 是不对的 如果以品酒来说 但是因为这些酒我喝过 所以对不起 所以你瞎了 她喝都更可以说 所以这两个大家 我们总有机会介绍意大利酒 而且小心一点 真的不要塗香水 尤其是男士也是的 我平时也会 但是喝酒的场合 就尽量少一点 如果真的要做品酒工作的时候 我是不会塗香水 你待会儿工作和酒是很关系的 是不关系的 那耳環有没有关系的 耳環是没有的 耳環是 我觉得夏天要多一点 真的挺有趣的 紫色分不下 其实你可以 还要是 这个是葵 葵子 葵子 是不是葵子 是不是葵子 葵子 对啊 葵子 这个就是深 对啊 挺有趣的 你这样也要兜 好 我们今天主要讲美国加州的一个地方 就叫做俄罗斯河谷 Russian River Valley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呢 我真的找我都不知道 原来很多很多年前 你知道美国很大的嘛 那当年原来第一批 就不会不计计的那些人 去到美国加州 这个Russian River Valley 这里附近的人 其实是俄罗斯人来的 所以他们是第一个呢 他就是这么说 在那里种东西的人 所以那条河用这个名字 就用了Russian River Valley 就是俄罗斯河谷 是 我们之前好像也有提过这个地方 有 有帮我很详细地说 是的 还有我们好像也有提到它的Cardonnay 那这里呢 其实它的气候是比较温和一点的 那它虽然我想大家 如果在香港接触Russian River Valley 的葡萄品种 那主要呢 就是两种葡萄品种 看到的比较多 是Cardonnay 因为Cardonnay 同时出现的地方 通常都是比较清闻一点的 嗯嗯 譬如香檳 那香檳就是一个经常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它一定是比较偏北一点 那所以呢 气候来说呢 平均温度就会低一点 那它可以保留酸度 但是本身Pinot Noir呢 你还不理我 我脱落了下巴 哈哈哈哈 继续 哈哈哈哈 哈哈哈 Pinot Noir本身是一种比较偏向 不喜欢太过热的地方的 那Russian River Valley呢 它说不算是很清凉 但是它整体来说 气候比较温和 但是是不是这样 这个世界是相对的 是的 就是你从其他地方比较 当然不是很冷 但是呢 它说在加州来说呢 其实这个地方已经算是很多霧 是的 日夜温差算是大 算是冷 所以看相对的 所以可以给到Pinot Noir 其实应该这么说 你给得到Pinot Noir 在那里生长 还有种得好的话呢 那个地方 热极有个泡的 OK 我想这样可能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 会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今天很方便 小编可以Zoom近一点 这里就是你想Google Map 你知道俄罗斯河谷 你就知道它的位置了 其实你看到它也算是近海的 所以它甚至 譬如我们一会儿喝的酒 它种的地方就是俄罗斯河谷 叫做鹿谷的 就是Green Valley的地方 它就claim自己是最近太平洋的 所以气氛就更加凉快 是的 温和凉快 变成了葡萄可以保留到一个好的酸度和香气 但是整体来说 这里 譬如你说 我要找一个地方做一个Benchmark 就是做一个 介绍 做一个指标 让我可以有个介绍 想一下到底它是比起哪里的 它会怎样怎样呢 我想如果大家一想 Pinot Noir 通常都会想Burgundy Burgundy Burgundy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整体的 我们来说正确的名字 就是从薄冈去比较 薄冈去比较 是薄冈 富湖 Burgundy 对吧 因为如果我们就这么说薄冈 可能有很多朋友都未听过了 当然又要看Burgundy 或者Burgundy 哪个区域 但是整体来说 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 很笼统的比较的话 我们比如喝Burgundy的 Pinot Noir 一般都是酸度比较突出 而且比较轻盈一点 雅致一点 优雅一点 个别穿落 当然会比较大一点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喝Russian River Valley 的Pinot Noir 整体来说 我们都会预认 它是比较 我们行为很喜欢用的 的特点就是 Expressive 就是那个味道是很 明显可以的 相对澎湃一点 就是它不是CAP那么厉害 但是如果是相对Burgundy的 Pinot Noir 就一定是澎湃很多 对啊 而且它的香气是很明显的 所以香水味 不是很 不是很 sorry 我又不是针对 我才是 我有怀疑 我是不是真的香水味吗 究竟 但是它整体来说 除了花香比较明显之外 它也是那个梅味是明显的 Pinot Noir 是来自Russian River Valley 当然它里面 会细分很多不同的小区 但是如果我想 作为一个初学者 你想初步去接触Russian River Valley 或者整体加州的酒 如果你知道了 Russian River Valley 这个地方 你可以简单地感觉一下 以它的味道 会不会和你平时喝的 Pinot Noir 有什么特别大的分别 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刚刚学习加州酒的时候 我觉得俄罗斯学局 在这里挺好的指标 是一定是不错的酒 是 就是这个对不对 因为价钱也不算很便宜 可以这么说的 可以这么说的 还有你也是那句 就是因为如果他们是做 Pinot Noir为主 本身Pinot Noir 这种葡萄饭组 是不容易合适的 因为很多名字是Pinot Noir 我会形容它是一个很 你要悉心照顾的女士 绝对不是Rebekah那些 很自立的 当我自己假设你不用理我 那些不是 你不要听到她好像 她不是独立的 她很独立的 很自立的 我是Sinbun 有得她自己自立的 可以这么说的 Pinot Noir的人形容是很脆弱的 你要做得很好 动一点 她又不喜欢了 你气温高一点 她又不喜欢 有做得不好 所以Pinot Noir是很难搞的 是 但是偏偏的人 又会很喜欢 很追求 对 就是 博光点 那些人追缺若无杂的原因 就是因为 Pinot Noir 它是很难服侍 因为它对于 那个气温 是非常敏感的 Chardonnay 也是 Chardonnay 它会呈热不同的面貌 给你看 但Pinot Noir 它是可以 直接给不到什么 即是她一失去就没有了 你会觉得 它不是Pinot Noir的本质 所以 Pinot Noir 在种植上 亦都要比较多的心机 来打理和招了 在农夫来说 他一定要看产量 来做人 而Pinot Noir 如果是这么难去服侍的话 种植就好了 是的 所以如果他们是肯 例如 那个区 告诉你 他们是想专注做Pinot Noir 或者那间酒庄 告诉你 我们都放了很多心机去照顾Pinot Noir 这个也是很可信成功 因为天气真的很伤 譬如我 星期间说去run it out 讲意大利走过来 我觉得最棒的一部分是什么呢 它直接连线了 在意大利法律营斯附近的一个VR 那时候它是早上10点多 有个人跟我们说 它直接拿着电话 带我们来看 但是这些葡萄 因为意大利最近很热 有热浪 是的 你看看Hit Wave Italy 你又找到了 我两个人最后也有说过 是的 有提过一下 对 然后给我们看 因为这么热 我们今次的收成会少些 让我们看到葡萄是怎样的 这个做Live是最好的 是的 因为 我们香港 今天都很热 这几天都很热 你的人站在外面的太阳底下 你都觉得很辛苦 对不对 还要葡萄曬粥 没错 所以在这方面 一般来说 农夫 如果他们有预测到有热浪 或者真的知道 会晒猛太阳的话 或者他们将来知道 这几年大概都会很热 因为在种植上 其实有些地方可以做到 例如他们的叶子 不要剪那么多 就是树冠管理 即是SPS 遮遮 是的 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树冠 即是光树 可以借任葡萄在底下 就可以成凉 当然 如果不是向正的太阳 曬着 是很容易会晒干的 是的 如果在叶君寺 例如在加州 其实他们都有隐忧 因为加州 你也听到 常常会有山火 有热浪 因为热浪而出失 出现山火等等 所以不同的产区 尤其是他们种植一些 皮比较薄 像偏安那样 其实他们要很小心 OK 我们介绍酒之前的一个杯 今天大家觉得杯有点不同 就比较casual 因为这个其实很适合去议唱会 那些喝的 它是胶 所以就不用怕打烂 还有 它的特色 不知道见不见到 我现在先吃掉 可能这么光 是的 它是有灯的 一按到它是会变色的 可能你会 小片是否看得到 可能近远一点 好像难一点 我也觉得难一点 看 你试试你那个 有 看到绿色 这个位置 绿色 它是会转色的 是的 这个就是他觉得 因为它是在夜晚的活动 喝白酒会更明显 是的 而且之前我们提过 加州酒 其实他们经常会有很多活动 是跟音乐有关的 是的 是的 那这个 我认为 这样就会很明显 看到有个绿色 嗯 之前我们提过 你今天就批评我用香水 我没有 那我们 其实专业的品酒 有些奇怪的灯光 都是会有些影响的 是的 我们一直以为 如果真的要做专业的品酒 除了气味 环境的灯光 都很重要 那 通常我们就会比较喜欢 就是有日光 就是自然彩光的地方 或者是光管 那 所以 譬如有些餐厅 如果他们用的灯 是比较昏暗的话 那我们真的做品酒 就有些昏暗 你看到它 看到绿色吗 照片在这个角度 是的 如果你这样就不行 所以这个酒杯 就不是我的专业品酒 挺好玩的 真的去玩 去做show 没所谓 这些放松一点 那就讲一下这支酒 这个就是你看到 俄罗斯河谷 这支酒 我觉得相对 在美国来说 是难了一点看 因为那些字很不英文 因为这个家族 其实是移民 应该是西班牙 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 因为它有些字 都是用西班牙的字去做 所以 相对 叫少少什么 但其实也很清晰的 那边 那边是Vin Yard 用Pinnoir 在俄罗斯河谷 是的 所以 我想我们在这里集中 例如你 如果是看到这支酒 它有很多不同的资料 有很多资料 告诉你 有的 刚才提过 如果我们要喝俄罗斯河谷的Pinnoir 你也预估它是比较特出的 除了有活泼的酸度之外 它的味道也是很明显 有很多梅味 或者是一些花香 我觉得是很浓郁的味道 而且你会看到它是会写着 告诉你 Unfiltered 即后面的 label 没有过滤 是的 没有过滤 但是你未必一定会看到很多渣 因为其实以釀酒来说 它们有很多渣子 那些渣子如何处理呢 有些酒庄会选用 过滤 用不同类型的过滤方法 希望可以隔走渣子 出到来的酒 就可以晶瑩 又剔透 又可以透切 但是你现在看到这些 不是因为它没有什么渣 其实就是酒庄用了不同的方法 例如其中一种就是 让它静止 那些渣子 那些固体的物质 就会一直沉底 沉底之后 然后它们就会将底下渣子 就会隔走的 或者是将那些酒 用一个温柔方法 奔走去另一个桶 当然有不同的酒商 就是它都会做过滤 不过不是大家传统想的过滤方法 它不是过滤 它是让它沉淀 沉淀 然后就将它 由一个干 将一些清洁的 就移去另一个干 有不同的方法 但是就要时间来做 因为如果真的做过滤 那个时间就快捷很多 ok 这一瓶酒就好像Rebecca 刚才都说了 喝之前都说了 就是你如果有一瓶 法国伯格尼放在这里 应该很不分的 就是它那个 相对澎湃 那些果香 梅 就很出的 和伯格尼会很不同的 伯格尼就相对 咸促一点 大家经常说的形容词 所以这个也很容易认为是加州 譬如 当然我当然认为是 是俄罗斯和河谷的皮诺娃 但是你很容易认为是加州的皮诺娃 我想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玩一些盲品 Blind Tracing的游戏 其实你两支 都可以有些地方 可以找到一些端倪 譬如你找一支这个 然后再找一支薄干的 那你尝试一下 但是当然 你也要自己做一些工放 看看究竟 会不会那一年是会 波干比较暖 或者是加州比较冷的一年 因为 那是真的不同的 因为其实是很容易trick到别人 就是了 如果玩你们 那一年最冷 在俄罗斯河谷的酒 和最热 Burgundy的地方的酒 那真的有机会 是呀 因为其实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波干的一定是 被人耐烈 不一定的 真的要看年份 和酒庄的自己做法 那这支酒的酒精 就是14.1% 那在Pinnoir来说 就算高的 那其实老实 你喝的时候 你感觉到酒精的话 都可以都给你听 它是来自一个 就是新世界的地方 或者是加州 那会比较澎湃一些 和它热情一些 不是 不是说笑的 Rebecca 你看 那些渣子 真的比一般多的 你平时喝红酒 尤其是我们刚刚倒的 不会那么明显的 所以这个真的说 没有玻璃 是可以看到的 是的 这支酒是2017年 我想问这些是否照喝 没所谓 照喝的 没问题 对,没关系 官方说这支酒 其实可以放十多年 是的 得错可以试一下 譬如买一支2019的 可以试一下 20年之后 开什么效果 哈哈哈哈 好 那今集呢 我们不要妨礙Rebecca 因为她今天睡得这么漂亮 又泡上香水 现在又有酒 我们看看有没有时间 要不就讲意大利酒 要不就回去我们这个便宜酒系列 因为我最近呢 差不多隔两三天 我就要超市看一圈 看看哪些呢 又要做啊 你又变得格价专家 是的,我真的 是的 我们上次介绍的那支 智利的那支 Cornosol 现在又有个单车 我们上次介绍的都是60元一支 现在最想看到呢 是120元三支 就是40元一支 便宜了 真的很淋谱 我觉得我和大家格价 喝酒比喝水更便宜了 是的 我最近格价 一支P字头 澳洲很大的牌子 都有出到70多元一支 所以我们有机会介绍一下 究竟这么便宜的酒店呢 我们下星期再见了 今天做得开心点了 谢谢